好,一件书画作品,来掌声有请这位藏友,董雪 你好,董雪 你好 这是谁的作品 齐白石老先生的一副青蛙的作品 这个是我白白在一次拍卖会上买到的 这个就是嘉宜关的国宝 说明全家人对于这件藏品很有感情 是的 我今天穿的这一身衣服就是跟这个图片上的颜色都是一样 哦 真是有心人哪 那你头发就是后面的那个黑 不跑题了啊 您看它这个青蛙 是特别的就是可爱 在那个稻草下面 窃窃私语 像是谈恋爱一样 您倒是现代的 并且画工呢 很粗糙 并且那个绿颜色很现代 看着我眼睛都发绿 有时候看着眼睛发绿 还有另外一个心态 就是太羡慕 太嫉妒了 那是红眼 有道理 没事吧 东雪 没事 好 我认为是真的 两只青蛙画得特别生动 稻子吧 特别流畅 我感觉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上面那只青蛙腿怎么感觉比较长 你说它的比如说左腿比右腿长 它不应该两只腿不一样 齐白石啊 它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大师 被誉为人民艺术家 这个齐白石真假画的鉴定的话 实际上这里边有一定的规律 这件东西从这个款石书法 硬件 以及它的这个笔法 用色等等方面来看 和齐白石这个石的真迹 就没有分歧 这件东西的话是一件真迹 学真理 你比如这个齐白石画的这是稻子 而且你看那个齐白石的用笔 把这个稻叶一笔就拉下来 而且一笔拉下来到以后的话 它的层次变化 这每一根的话绿原色都有变化 这就是齐白石的高明之处 这个齐白石的印油 它是专用印油 你看这个印油是老印油 所以这件东西的话 可以说是齐白石 我刚刚看了看款的 七十多岁 大概是三十年代末的一件 这个时候的精品之处 谢谢 从这件齐白石的画 可以理解齐白石说过一句话 庙在似与不似之间 从这两个青蛙上来讲 它并不是画得那么写实 眼睛 鼻子 腿的 不是那么全都画得那么细 而它就是似与不似之间 这幅画呢 确实是 鼻简易黑啊 虽然画的是 只有两个青蛙 我们似乎听到了 不是两个青蛙的鸣叫 好像听到了一群青蛙 都在鸣叫 揍出了一区 丰收的乐章 声情并茂 而且这件东西的话 拍卖场上 我们也见到过 你比如前年 大前年 这种东西的话 齐白石拍得更多 大概四五百万 但是今年的市场又下来 但是我保守的估计 在280万到300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